这种关系来代理这个门徒 那不论是两个到三个的 十个到十二个的 或者是一百二十个 或者是更多的 那重点是 我们都是要 做一个教会的领袖来带门徒 那么这个作者 他用了一个教练 来让我们知道说 怎么样来做一个 带领门徒的一个好牧师 或者一个好牧者 或者一个好领袖 那么他说带领牧师 带领这个训练的教练 这个作者 他曾经去参加一个摔脚运动的 这一个被受训的时候 他看到了两种的教练 那第一种的教练 他是来帮助自己成长的 那第二种教练 他是来帮助别人成长的 那个自己来成长的 这种形态的教练 他本身是一个金牌的得主 那么他只是把训练 这些他的这些选手 当作一个他的自己的 一个练习的场所 而希望得到的是 更多的掌声 那么帮助人成长的 他就比较 要引迷自己 能够指点别人 能够针对别人的特性 来如何的成为一个好的选手 能够赢得比赛 从这个教练的 他的这一个例子来看 我们就看到了说 我们今天的教会领袖呢 在这个圣经里面指的是哪些人呢 这个很高兴 赵传道也引用了这一句 我就不再多讲了 有这个五重的执事 那我们今天是在一个 金兵学校的里面呢 主要是针对牧师和教师 这个部分 那么教会的领袖 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从这一本书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认识 从圣经大使命的教导 是装备信徒 建造基督的身体 能够达到合一的灵命 成熟的一个境界 所以装备信徒 成为门徒 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合一的教会 而这里面都是一些健康 灵命成熟的一些门徒 圣徒 下一张 好 所以教会的领袖呢 让我们一开始就看到说 不应该是一个 像明星运动员之类 只是帮助自己成长的一个人 而是应该是一个好教练 是帮助别人能够来成长 下一张 那使用的经文呢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以佛所书的第四章 十一到十三节 这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这是五重教会的责任 那么这个目的是为了要成全 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记得在佳音团契 我们有一年呢 我们自己举办退休会 葛牧师就 我就请他 请问他说 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题目 我们来做这个团契的退休会 那么葛牧师给我们一个 这个团队的 合作的这么样一个题目 我当时就 联想到这一节的经文 那么我就发现到佳音团契里面呢 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恩赐 可是怎么样把这些恩赐能够摆在一起 能够让每一个恩赐都各尽其职 成为一个基督的一个身体 服于基督这一位元首之下 那这是一个教会里就应该做的事情 那么他最后呢 的目的就是要只等到我们 这个在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葛牧师上午也讲了这一句话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成长的声量 那这一句话呢 是我们最后的一个 这个门徒训练的一个目标 好下一张 那么做门徒训练的牧师要扮演哪一些角色 我们传统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看到牧师所扮演的角色呢 他是把这个教导会众如何来过一个基督徒生活的领袖 那这个如何来过一个基督徒生活领袖 那重点还是在于自己 而是这本书的作者希望把我们这些教会领袖呢 能够装备成为让会众能够彼此的服事 一同的来迈向属灵成熟的领袖 也就是说把重点放在自己的灵命成长成熟 如何成为这个自己造就 而变成让我们能够彼此造就 一起的不是独善其身的来迈向属灵成熟的这样的一个领袖 好叫我们可以继续的multiply这一个过程 那么另外一种传统的牧师呢 他把他整个的焦点服事的重心都放在主日崇拜 那主日崇拜的讲道呢 和这个崇拜的诗歌带领就变成了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耶稣带出门徒的这一个主要的方法呢 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全部的资源都集中在这一个部分 只有在主日崇拜的这一个部分 而我们看耶稣他做领袖的这个风范 他是怎么做的呢 耶稣专注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他会先专注与神与门徒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知道做门徒的目的呢 就是要更像耶稣 像这个我们在葛牧师的这一个门训 都被教导知道 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更像耶稣 那么耶稣会先专注他与神的关系 还有与他所带领的这些门徒的这些关系 成为一个relational discipleship 下一章 那么有效的教会领袖呢 做门徒训练呢 他应该包括哪一些 那么第一个是找出正确的目标 我们常常在这个 我们问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呢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最常听见的90%以上的呢 都是说我们要去传福音 我们要去传福音 那问题是传了福音以后呢 要带出门徒 而不是只是带人归主 传福音 福音不是只是畏性的 来变成相信的 更重要的是相信的 怎么能够再带领 这个自己 还有别人成为能够相信的 那这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正确的目标 要找出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么第二个 我们要正确的来定义门徒 那么门徒呢 我们不是说他常常 我们常常说口里相信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啊恭喜你 你现在得救了 好了那后面就 就就没有没有什么 这个其他的这个 follow up跟进了 而最重要的是 让他得救以后能够 跟随耶稣 被耶稣改变 可以加入耶稣大使命 的这样的一个人 这才是我们正确的定义门徒 不是说今天拿了受洗证书 就成为了一个门徒 那么还且要使用一个正确的方法 我们要刻意的 要符合圣经的 在这一个关系 人跟神的关系的环境当中 来做教导的工作 来做教导的方法 那最后呢 我们知道说 他要产生预期的结果 是怎么样一个结果 我们凡事都要 从这个他最后的 outcome 向前来推 我们要怎么样达成 这一个 outcome 那么在属灵上和人际的 关系上呢 我们希望能够培养 我们能够 这个一起来 有一个健康的门徒 并且让这个健康的门徒 可以带出更多的门徒 好 下一章 那么做门徒训练的 这个门徒训练的 这个牧师在作者呢 他说 他有四个主要的角色 第一个 他本身自己是一个真实的门徒 他必须是一个耶稣的跟随者 他也必须是像刚才我们前面 有讲过这个属灵的领袖张牧师 我就不重复了 第二个 第二个角色就是一个门徒系统的建立 那么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栽培门徒 但是这个过程 他怎么样有一套的系统来建立起来 我们也看到我们目前有这个 灵良精兵学校来建立这样一个系统 中间包括有这个很多的环节 包括了这个门徒训练 主日学小组的这个 这个 来发起 怎么样来配合这些小组长 能够在小组里面发挥关怀彼此相爱牧养的工作 能够用装备的系统 让我们能够将圣经的道理不仅知道 而且可以在这个训练 门徒训练装备的过程中能够活出这样一个生命 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主日敬拜的时候 能够把这个一切的这些最好的来奉献给我们的神 来荣耀他的名 那这是一个系统要建立 第三个呢 就是一个领袖的一个培育子 那领袖的培育呢 这一方面非常非常的 这一个 他说他这个有三一方 一般来说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他说 常常第一个问题是没有时间去发掘 跟培育这一个教会的领袖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是说他找不到教会领袖潜在的人才在什么地方 他只看到那些台面上的 第三个问题呢 他常常理想中的这些要培育的教会人才领袖呢 他是一个实权实美的人 这个而不是在一个能够在一个团队里面 扮演好一个怎么样搭配的一个同工的角色 我们常常知道一个交响乐团里面 他每一个乐器每一个步骤都是来形成这一个伟大的乐章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指 这是在培养的时候呢 有三个问题 那么教会需要主要的属灵的恩赐 是行政领导的一个恩赐 那么在他的这个背景里面呢 他等于一个组织的恩赐 也就是一个领导的恩赐 所以教会领袖在领导的这个恩赐里面呢 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么最后呢 他说这个牧师有第四个角色 他是要是一个意向的一个传递者 那这个意向就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样能够创造一个带领门徒的文化 把这个门徒文化就是大使命所交付给我们的 不仅是在圣经里的大使命 更要让我们成为我们在文化当中的一个大使命 能够怎么样把这个意向来传递出去 结合我们圣经里面跟我们实际生活文化当中在一起 好 那结论呢 就是说 我们从学习转化到装备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门徒训练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有领导力 头往哪里去 身体就跟着走 如果我们今天是教会的领袖 那么我们就从自己开始完全尾身投入 塑造整个的这个教会门徒文化的过程 使得教会能够发挥到最大的果效 不白占地土 第二个就是 忠于耶稣的方法 还有教导 还有强调用爱和关系来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就必须来执行大使命 就是培育能够带领人做门徒的这一位门徒 愿意埋头苦干 忍受困难 并且有耐心的根据 在这一本书中的一些 这个步骤来重建教会的DNA 使得我们教会 就是不是一个新的教会 就是像我们林良教会 马上就要54周年了 这样的教会也是可行的 这是作者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鼓励 那最后呢 我就总结一下 就是说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第一点我们全人的奉献 就是尽心尽性尽益尽力的 我们来这个爱神我们的主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终身的学习 就是说 我不以为像保罗说 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 我乃是向着标杆直跑 这个来作为我的结束 谢谢 谢谢